原地使用破壞工具 撬開鐵門 沒想到裡頭的死倉寮 左廊密道膠織 在隔成一間間房間 迷幻燈光紅色紫色 路線相當複雜 宛如小型迷宮 出來 出來 三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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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名外景女子一山不枕 坐在浴室地上 用手遮住臉不斷哭泣 男生在哪裡 下來 在哪裡 男生 在上面 下來 天花板上傳出聲響 正躲了一名男嫖客 第一時間竟自己爬上去 躲在青鋼架上 但還是躲不過 警方罰眼 不要躲了啦 跑不掉 下了 卡吉庫男嫖客 重達75公斤 踢著肚子從天花板爬下來 還一度卡住 一讓人警都看傻眼 到底怎麼爬上去的 一名屬新竹專情隊 經過長期跟肩不屑 在26號早上見時機成熟 跟調查局的單位 繽紛多路 破獲虎口多接賣淫的私藏聊 以理性主賢為首的集團 專門誘騙移工脫逃 並租立房屋 將移工藏匿在 湖口工業區附定 每日充當馬副 將失聯一共再去賣淫 檢照經過數月跟間 終於掌握相關事證 總共查獲犯罪嫌疑人 4人賣淫外籍女子13人 以及嫖客異名 現場18人通通被帶回警局 理性主情等4人 以違反人口販運防治法 妨害分化等罪嫌移送 逐檢偵辦 外籍女子疫情間來台工作 卻遭誘騙賣淫 恐怕都得面臨遣返命運 記者和目前彭新美新出報導 最後一幕 記者和記者是 、狼一、共月、 這一yang 二、共 killed 二、共來 !